好了直播发生在前年 新北市新店一名核信咖啡商 上午送完小孩上学后 才正要踏进自家大门 却遭枪手近距离连开四枪夺命 其中两枪贯穿头部 行刑是枪决震惊社会 台北地院今天一杀人罪 将枪手黄姓男子判处无期徒刑 命令他犯案的至尊盟会长张景清 也被判无期徒刑 被害人一事是泄露了 天道盟华山会的毒品交易讯息 遭华山会大哥绰号阿渡的许姓男子 以六百万买凶 徐庆祖谋透过张景清找到黄姓枪手 他犯案后变装逃到大陆 一落地到防疫旅馆就被逮 同伙张景清也在搭机出境前 在机场被捕 幕后祖谋阿渡则逃往杜拜 遭到通气 法院历经一年审理 考量被告住下大错后坦诚犯刑 若处以急刑 可稍微减少死者家属心中的怨恨 但难以抚慰内心悲痛 如果给他们一个机会 或许能用余生来弥补被害人家属 因此判处两人无期徒刑 以上就是您教导的情形